罗峰 你来做什么 孤玄北 你带走我的人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是不是太不将我们罗家当回事了 你的人 这小子什么时候成你罗家的人了 你们罗家为了大气运 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们孤家一样 子墨 我说过 我们罗家值得你信任 这么说 你们罗家就是他背后的靠山了 你可以这么认为 孤玄北 此人我要带走 你若是要站 现在可以出手了 好 那便站 我就不信 你们罗家会强过我们孤家 慢着 家主 罗峰 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 你可以带走这小子 不过记住 大气运本就属于我们孤家 若是他人夺去 我们孤家不会善罢甘休 家主 不能让这小子离开 行了 罗峰 你们走吧 孤玄北 你做了很聪明的决定 不然今日 家主 就这么放他们离开了 不然呢 不说罗峰了 安就罗宇那家伙 你有把握战胜 罗家一直都是和平派 怎么会为了一个子墨 愿意跟我们孤家开战呢 难道大气运 真的这么吸引人吗 这不像罗家人的作风 别忘了 当初罗家背后的那位 曾让他们进入中狱 却被罗峰一口回绝了 中狱的诱惑 比大气运可大多了 刚刚若是我们真的跟罗家开战 我敢肯定 罗峰那家伙绝对会趁机灭了我们孤家 多谢前辈 前辈也对大气运感兴趣 臭小子 怎么说话呢 若是我们想要你身上的大气运 你认为当初在暗狱的时候 你还有机会活命 那你们是如何知道我在孤家的 子墨老弟 是我大哥拜托罗家前去搭救你的 老哥 呵呵 子墨 我罗家对你身上的大气运不感兴趣 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 可来我罗家 前辈 你为何如此帮我 难道是我长得帅 你这家伙 一点都不像他的孙子 倒是有点像你外公 脸皮其后 外公 前辈你认识我外公 别打听 该你知道的时候 自会让你知道 如今你的实力还对付不了孤家 想要报仇 你必须要强大起来 记住 我罗家永远是你的后盾 若没什么安排 去北域转转吧 老弟 我有点看不懂你了 不光是你 我自己都搞不懂我自己 也不知道爸妈他们现在在哪 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了 怎么了 没事 估计是子墨在念叨我们吧 小墨 爸这么折磨子墨 是不是太残忍了 好不容易身边有几个帮手 都被他折腾没了 儿子的命格太强大 跟他走得太近的人 都会惨遭非命 爸爸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他们 只有死过一次 或者将自己的命格变得强大 才可以继续待在他身边 哎 这小子 为何会跟鸿蒙塔契合呢 若是他也无法契合 当个平凡的少爷多好 这就是千家人 世代为这片宇宙奉献 等那几个女娃娃出关 应该就能跟子墨 待在一起了吧 冥界的那几个小朋友 也差不多该回来了 子墨老弟 你真的要独自一人前往 老哥 放心吧 如今我的实力想要提升 闭关已经没什么效果了 罗家主说 北玉适合我 正好我去历练历练 我担心 孤家会在背后对付你 孤家要是出手 那日就不会让 罗家带我离开了 目前 他们是不会打破 这种平衡的 再说 孤家就是不找我麻烦 我也会找他们麻烦的 等我突破之后 我就回来 那老弟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老哥保证 看来这就是北玉的外围了 哈哈 桃啊 慕容琉璃 可算是逮到你们了 何神宗 你们不得好死 兄弟 救救我们 我们慕容家族的弟子 在下礼目 只要兄弟出手 慕容家族必定报答 小兄弟 在下何神宗长老无用 此三人夺我们宗门领草 我们无意与小兄弟为敌 希望小兄弟三思 混蛋 老匹夫 明明是你们和神宗 抢夺我们的灵草 现在居然颠倒黑白 太无耻了 兄弟 赶紧出手啊 丁 触发系统任务 选择一 救下三人 奖励王品护宗大阵 选择二 不明情况就此离去 奖励王品神器一顶 护宗大阵对我来说 没啥作用 再说 双方各执一词 若是判断错误 帮助歹人 岂不是罪过 当做没发生吧 该死 混蛋 他明明那么强大 为什么就不能出手救救我们呢 为什么 师兄 救与不救是别人的自由 你为何要骂他呢 今日没人能救你们了 姐姐 婉儿 对不起 是姐姐没用 带你出来 却不能保护你 不怪姐姐 大不了今天死在这里 就是可惜 有生之年 不能见到父亲所说的地球 去死吧 チ gn 她 但 collide 騎 tri 插 冒 冒 冒